這次的飛安事故調查 依然在進行當中 對機械是否有異常 飛行有沒有出現特殊狀況 以及學官的應變反應 這些都是調查重點 而因為AT3沒有黑盒子 所以可能還需要各界 提供監視器的畫面等更多的資料 才可以來了解事發的真實情況 AT3教練機服役三十八年以來 已經發生了十五次的大小事故 累計有十名飛官殉職 未來國道的永鷹高照機 也將會逐步取代現有的AT3教練機 第二次單獨飛行AT3教練機 空軍官校學官徐大軍失事殉職 承擔任過空軍官校校長的 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分析 機械狀況以及學官如何應變 將是未來可能調查重點 回顧AT3自強號教練機失事介入 三十八年來共失事十五次 但前十次都集中在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八年 包含這次意外在內 從西元兩千年以來 一共是五次 距離前一次事故 也已經過了將近七年 而最近五次當中的兩次是因為兩機空中 插撞 還有一次撞伸 機械故障因素不多 前空軍F16總指教官黃陽德認為 AT3是相當穩定的機種 他也提到AT3並沒有黑盒子 學官也沒有呼救 到底當時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恐怕還需要多點資訊 像是附近地區的監視器畫面 或是民眾的募集說法 未來勇英高校機將取代 現有AT3教練機與F5戰機 作為戰鬥主學官完成 T30教練機訓練後的後續訓練機種 由於勇英可以說是初階版的IDF 外界擔心是否會讓學官壓力過大 黃德認為只要學好各項科目訓練 遵守飛行紀律與要求 就能安全操控戰機 並逐步學會各項飛行技能 記者張志聰 莊志成 曹燕俊 陳柏玉 台北報導